刚出来都抢了 这是吃菜全靠抢呀 这个是什么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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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个河两边 这全部都坐满了人 那边也坐满了人 这边排队的 周六周天是不是人本来就多 一直这么多人 这菜是吃啥自己在这端 在这边是排队取凉粉跟饭机 这还有人聪明的 都是来这个厨房口在这堵着呢 我姐在那帮我们打那个毛血网了 这回毛血网还没出来 这个属于上啥你吃啥呀 我跟我姐啊 现在就阻在他们这个厨房门口 等着抢菜呢 真的是人太多了 然后半天找位置也找不下 我天哪 这种场面真是第一次见呀 你看 这还没等拉出去呢 这就已经有人过来端了 我当时没等出去就被抢完了 我看着这只 我姐现在端着我们才刚找下位置 我的妈呀 人太多了 菜冻了半天还没到 我先端个汤先过去 不然一会连汤都没了 我妈给我姐 我妈给负责占位置 我给我姐负责尝菜 我从12点等到1点 想等一下那个毛熊 但是一直都没等 我就随便拿 现在就是出来炒出来啥 我就随便端了它 这个应该是黄虎 双翠 这个是叫什么双翠 黄虎跟啥炒 这个好像是炒干 这个是生姜丸子汤 应该是 这个是他们家的特色 凉粉 我可以尝一下吧 我的天呐 这吃饭真的跟打仗 这会人还能稍微少一点 味道这个是特别的浓 不同的味道 这倒是不错的 但是这种炒面啊 开始是太难捡了 我觉得这个是好多 它是推着这个 河两边做的 但是这样是太多的 看一下这个人 我的天呐 全是吃这家的 人好多好多呀 我吃完吃饭了 找了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 然后总共花费了135 我们三个人 两个肉菜一个凉分 然后一份汤135 消费 应该他们家 应该就是 比较实惠 量也比较大 价位也比较实惠 所以说人就来的 比较多吧 整体来说味道还不错 物美价廉吧 谢谢大家